你需要做個區別嗎 先問一下我的 可是你們的穿著品味差很多 真的有運動風了啦 你是聽說台灣風 OK 大家好 我是來自東方的愛神月老 我是來自西方的愛神邱比特 今天呢 東方跟西方的愛神 心理在一起就是為了幫大家來結交好的姻緣 環間的人呢 有96%的人 對別人的第一印象都是靠氣味來分辨耶 文 有好嗎 沒什麼好印象 月老本人呢 都喜歡那種 木質調 確定不是因為大家都一直上香 也是木質調 我呢 都喜歡 冰心的花香 因為都在花園裡面飛 飛啊飛 飛啊飛 哇 好香 香水一罐好的那種專櫃品牌的 一罐動輒好幾千塊 月老 你也懂專櫃 哈哈哈哈 月老買不起 需要配對很多 對 我們要賺業績才有辦法領獎金 我們準備四款香水墨浴露 花香 花香 海洋 木質調 要來我們的台北市的 信義區 到底哪一個香味是 頭緒最高 我們就趕快出發 秉秉看看吧 出發 來 你好 他們走掉 我穿這樣 OK 所以你跟他們講話 信義區怪人 我們終於抓到第一位路人了 我們今天要讓你評比 最喜歡哪一個味道 你需要做個區別嗎 先問一下我的 1號 1號這邊 就是這一個 花香調 所以如果說 你對這位男生有興趣的話呢 記得要噴花香調 我就請你們幫我選出 1到4號品質 覺得你覺得哪一個 是你最喜歡的香味 選擇的是 海洋料 1號香味是 花香 有幾號人感覺 幾號人感覺 而且他是說 幾二不是幾號 你知道我都知道 有香音的地方恢復 那請問平常有噴香水嗎 不只要 男生好像真的會比較喜歡 跟我一樣 那你有沒有看我這邊 你真的要吻 那你呢帥哥 呃 我也是偏不只 他的嘴巴撅起來 就那種認真念書的 好孩子的感覺 你說像你的小夫的嘴巴嗎 1號帥哥選擇的是 4號 2號帥哥選擇的是 1號 1號是女生的最愛 花香調 嗯 我也是邊 大哥你騙我啊你 哈哈哈 平常的氣息 你們平常會喜歡哪種味道呢 木質的 他都喜歡那種熟女50歲的 對我喜歡這種 夜 酒店瘋 哈哈哈 我來用 我來用 哈哈哈 1號是 第一個 2號是 第4個 第4個 好 那你們聞得出來復制 哪一罐 香水的味道 香水的味道嗎 大丈夫 其實呢 這4罐呢 都是香水摩浴露 所以其實你就是洗澡的時候 使用它 你就能夠有這個高級香水的味道 男生的意見也非常的重要 喜歡哪一種 調性的味道 我喜歡那個 木質的 我沒看到跟我一樣 一樣有品味 可是你們的穿著品味差很多 這有運動風的啦 你是 聽說台灣風 OK 最喜歡4號 那種 白色香的 對啊 沒錯 你鼻子很靈敏耶 那你喜歡的男生 你會希望它是什麼樣的香味呢 我喜歡那種 公車上 一群男高的這種吃 真的假的啦 男高的這樣子 然後我喜歡在這邊 3號 那你覺得它有沒有很像 復制哪一罐香水的味道 秋麻肉 煮味草的味道 它不是香水 它是 香水沐浴露 我剛洗完澡 你在床上睡覺的時候 就覺得說 好香好香 根本就是一根鼻微草 1號 恭喜你是個小小女的 對 1號是來發香跳喔 1號 那如果說是女生的話呢 你喜歡 她如果走近你 然後你會想 這女生 好香 聞一下 然後知道是哪個味道 我覺得2號 回頭的一個比較高一點 2號其實是 我們找湯滿的味道 這個帥哥很有品味 好啦 那現在我們就已經評選出 到底在西翼街頭 哪一款香味 是大家回頭率最高的呢 第一名就是 花香料 哦 第二名就是我們的 木子料啦 因為它是中性 所以其實男生的話 通常都會選4號 這個香水沐浴露 是有跟國際的調香師合作哦 所以都可以打造出 那種精品香水的味道 13個味道全部買起 差不多就等一罐精品香水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啊 CP值超高 它裡面還有添加金獎花的成分 品若肌的朋友呢 不用擔心 它裡面不添加造鹼 還有通過認證哦 而且它裡面還有小分子氨基酸 所以它泡泡其實很綿密 你洗完之後皮膚也不會乾哦 你想要完美複製每個香氣的話 洗髮 筋道 護髮素 全部應有盡有 不管是單身中曖昧中 想要脫單的人 全部埋起來 反正香香的就是加倍囉 那現在差不多 我們就要回到天上去 繼續賺錢 多配對極主賺獎金 我們才能回到凡天買啊 快上去吧 掰掰